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明德 这边是脱根割了好几天的频道 今天就来看看大款 号称要让MO再次伟大的 逆水寒手游版 关前提醒 为了避免认知误会 影片中提到的PC版或者电脑版 如果没有特别解释的话 都是指本次的手游版 并会以旧版代称过去的PC版 把正片开始 逆水寒本IP 其余作家温瑞安于1986年的同名武侠小说 该系列在2004年 也曾翻拍过武侠电视剧 这边小小抱怨一下 很多2000年以前的武侠剧 即使画面品质不怎么精致 但江湖味很浓厚 打西也是全权到肉 真的是比现在好看非常多 目前大多数都是鲜肉鲜花的表演秀 言之满分 但演技撑吃不齐 打斗几乎全靠后制 剧情也是完全狗血偶像化 真的是很难看下去 而有情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网易旗下的雷火工作室 于2018年推出了溢水寒的PC版 也就是传统模式的online game 该工作室在过去也有不少作品 像是天鱼online 倩与幽魂 游心群侠传等 机款也在台湾跟其他地区都有商家 不过反响都一般般 而租场网易 儿场腾讯 一直是代表玩家们对这两间厂商的褒奖 当然是坏的部分 而两间不止淫于模式雷同 讨厌的地方也是互有胜负 溢水寒在当时也生出了不少猎机事件 最知名的应该就是憋战UP组PDD的3号事件 而且还是在花费千万人民币的情况下进行3号 连我没玩过的人都能略知一二 就知道这事情在当时闹得多大 详细事件不少人有讲过 各位可以再咨询去找找看 但后续PDD还是回归逆损寒了 毕竟王毅丁老板都下场盗窃了 或者还提供其他台面下的交易 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大部分的人都不会跟钱过不去吧 但反观台湾的某局啊 唉 信仰除此不够 是连狗都不如啊 还会告诉你 我后来进行各场进入的大手游时代 什么狗币都手游化也是常态了 根据中国百度上的资料 手游版于2019年立项 于2022年正式开启一册 并且于今年6月30号正式公册 部分查到的内容跟巴哈宣传资料 算是对得上 当然我觉得开发时间实际应该是不到三年啦 成本一半大概也是在搞宣传 本次有分为手游电脑版跟手游版 但电脑版除了画质好一点以外 两者油画方面是一样的烂 真的没好要拿去 而应该是为了规避手游电脑版没把号的问题 所以玩手游电脑版 就必须下载手游版来扫码登录 实在又是个脱裤子放屁的操作啊 而游戏与其说是手游版 更像是对旧版的移植 而非重置 并没有针对现在手机用户的习惯 做剪步 或者降低操作门槛 于是又出现了经典悲论 看的不舒服或者玩的不舒服 所以跑去PC上开手游版 那为啥不去玩旧版就好了 开发几乎相似的类型跟现有产品来做竞争 这产品定位 只能说是莫名其妙啊 尤其两款游戏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化 底层逻辑大差不差的 最明显的也只是针对旧版游戏上的剧情的演出优化 并且提高了建模跟场景材质 然后硬是加入了解谜跟探索等近期的玩法 跟某款诺雅之星实在是十分相像啊 但贪多嚼不烂 玩法越多冲突就越明显啊 那我们开始本次的游戏环节 游戏开服前号称4000万以上预约 你敢信吗 还记得上一款这么说的 就是腾讯的黎明觉醒 但那款从营收 玩家反馈 后续讨论度来看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目前也在逐渐凉趣的路上了 所以本次大概略是买量灌水了 我是觉得厂商们你们真的是够了 别再玩什么夸大宣传了 把一堆人骗金来骂你 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 天生犯贱是吧 游戏在开服当天要排队6000人以上 看起来好像挺夸张的 但也就刚开始要挤一下 后面就是随便连了 完全不怕掉线 而且同样的事情 在早年的旧版上已经玩过一轮了 还被戏称为阴兵事件 连百度上都能找到解释 就知道这几年来玩家们对厂商是多么不信任啊 这也有点像台湾新开张的店 会找熟人或者网红来捧场一样 制造话题热度 然后排队排很长 搞一个饥饿行销 结果下个月去 就是随便排队随便买 而我上一次这样玩游戏排队 已经是在D3跟D2R了 连续好几天都在排队 而且断线就是要重排一轮 但人家是什么国际谅节游戏 讨论度可是实打实打 游戏开始时会播放一段剧情 之后就进入了选职业环节 总计有7种职业 现阶段开放6种 但也都是从旧IP继承而来 游戏中可以使用文字捏脸 但不支援蔡英文 也不支援维尼熊 但他就是非常随机啦 跟我理想中的AI判定 还是有很大的落差 最后这个皮卡丘我还是最满意的 果然经典IP就是赞 如果未来厂商真的能把AI算图大套引入 那我还不玩爆 那其他就是比较常规的捏脸选项 重规中矩的没太多亮点 而且这个渲染风格 还是还有换皮宗室ML那味道 看多了以后实在很难让人喜欢啊 详细部分我们就等进入游戏后再看吧 游戏会进入一段快速长大剧情 而大部分剧情都是基于旧动画重置 并没有什么改变 配音方面我有去找一下旧版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 而进入游戏后我又要说那句话了 2023年了还是这套换皮MLO的水准 同样制作同样的美术 只差在不同的宣传话术 我都不知道这是在市场玩家的包容型 还是在市场玩家的智商了 要不要回头去看看天涯明月刀 或者一梦江湖 我是真的不觉得这几款会比你差到哪去 甚至可能还会更胜你一筹 别共玩家会这么放大检视你 因为你网易可是赚不少钱啊 理所当然端出来的规格就该比别人高 尤其你看看自己的宣传 画质好 自由度高 游戏真实 全是细节 画质方面见仁见智 但细节 细在哪 完全经不起推敲啊 武器根本没拿在手上 人物的眼神又都太假 还有各种奇葩动画演出 再来这游戏就吃各种 无所不在的穿模 当然穿模这事情 是每款游戏得我的毛病 基本上只要不要太严重 也都还能忍受 但你这款真他妈的 无时无刻都在提醒玩家 我们的游戏特色就是穿模 方方面都让你穿好穿满 但是如果我说如果 撇出穿模跟僵硬的面摊脸 跟略显低廉的建模材质 剧情方面我觉得还行 该有的演出表现并不差 而且配音其实还不错 老套 但至少看得下去 如果玩法上再适度简化的话 我倒是还蛮乐意花点时间去看剧情的 但老实说看下来是真的挺可行的 只要厂商能把买量的钱 拿一半去优化建模就好 至少在剧情速度上 还可以被说伤一嘴 但目前来说 就是被一堆烂优化扯后腿 以及还有各种bug 像是空中游泳 被鬼扯的漂浮头发 最屌的就是这台 无敌风火轮椅 爬山涉水样样都行 哪里有卖 可以卖我一台吗 还有这什么恐龙碰撞 神经反应也太延迟了 真的不行的话可以不要做 别做的不好又让人笑话 还有雨下这么大 桌面都淹水啦 角色还跟没事一样 我真的是随手都可以抓到一堆吐槽点 跟别款换别MO 只能说是毫无区别 人家崩蹄也是在梗上做了一款游戏 而你是在bug上做了一款游戏 只要处处都是bug 就不用担心bug了是吧 而玩法跟战斗方面 基本上就是比较旧版 然后把市面上一些 他们自认为有趣的玩法缝进去 那开始并不存在自动巡路跟挂机 那自动巡路听说后面有任务可以解锁 但我是玩不到那时候了 然后增加不少传送点 不过整体在移动跟操作手感上并不怎么样 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化空间 而进攻表现也很普通 还会时不时遇到bug 真的完全不如过去几款老游戏 那任务事项也塞非常满 包含主线跟支线等 仍是典型的打卡上班制 当然MLO我能理解 刚刚通常是必须的 但可不可以不要再靠推量 而不提升品质了 每次都整一堆毫无乐趣的破任务 我都越要花时间去探索了 你还在丢那些跟其他幻品MLO差不多的任务 那干脆塞毁自动模式就好了 让挂机的挂机 除值的除值 数钞票的数钞票 各取所需 岂不乐哉 而且真的是过于杂乱不堪 别看现在UI画面看起来间接 实际点进去以后 全弹依旧是满满的一层接一层 很有日系游戏的美 而战斗表现方面 还是很老实的网游那套 打几感全靠画面震动 跟怪物配合演出 虽然有搞了一些独特的战斗模式吧 但也是基于别人玩法的模仿 并没有到非常惊艳 还有塞入了一些元素反应机制 但这套并不是不能使用 还是要看你的战斗框架是否配合 但就目前既有战斗系统来看 我只能说显得非常突兀 看上去并不是围绕着客制索性来打输出 而那些抽来或者特定性能 也只能放两格 所以谁会特意为了触发反应 而去打反应伤害呢 那你的客金店还要不要卖了 就这样一套玩下来 我的评价是 连那款看上去半成品的仙剑世界都不如 而且整体跟我N年前玩的网游 到底有啥区别 有什么地方能让ML再次伟大呢 而养成客金方面 游戏虽然号称 不甘不克不卖素质 圈身只靠卖时装、月卡、战令 以及其他厂商的广告植入来获利 但商人的话 听听就好 而且他还是有战役系统跟排行榜 那就代表依旧会存在攀比斗争的环节 而且ML只要有了装备就会有素质 那有了素质就很难绕开P2W的模式 真的别洗什么前期花点小钱 或者干一下就很舒服 大部分的ML 哪管是前面花点小钱不舒服的 而且他游戏真的能做到宣传说的那些 早就被人推爆了好吗 游戏有常规的强化还有个锻造系统 但装备只要不是纯靠副本或者掉落 有附带一定的随机性 如果谁要说不坑 我只能说你对网易是真爱啊 赶紧卖身家价了吧 然后游戏又想赚月卡 又想赚抽卡的模式 你不如再加个VIP 凑齐三件套触发超能力吧 到底跟别人的拉接答辩差在哪里 抽卡大小保底5100 每5抽约在260元 所以10抽就是520元 而虽然抽卡技能只能带一个 看似影响不大 但他有品质就会有差异 未来如果出个限定人权技能 你抽不抽 甚至如果没有特定技能 未来去打多人副本 做战力检定的话 就可能直接把你刷掉了 你联想就混个奶都没门了 那最后 握在手机跟模拟器上做测试 手机上在画质全开高下也算顺 但会一直被锁在30帧 就剩在一个能玩 而手机模拟器的话 用雷电会非常的卡 换官方的木木会好一点 可以随便上到60帧 但都不如直接用官方的电脑版就好 虽然本质也是模拟器 但画质跟优化上还是相对的好一点 不过这款未来如果上架 不玩也真的没差 因为我也是千百个想不透 2023年的今天 这些厂商到底还在想什么 让用户用最新的科技 玩着与时代脱节的游戏 对老韭菜以外 实在是没有什么吸引力 我觉得有些玩家的评价很贴切 当饭里面只有一小说答便 那还可以品一品 但如果答便里面只有一厘米 那就可以整碗丢掉了 结论 蹄剑跨骑 挥鬼鱼 白骨如山 鸟筋飞 城市如潮人如水 只探江湖 寄人回 游戏整体并没有离开过去传统ML套路 只能说网易 垂扭垂很大 内容根本说不上创新 顶多就是让串模再次伟大 而且玩家普遍的评价是一致的糟 都是坏的居多 如果游戏有值得大大夸奖的部分 那风向一定是所谓的两极分化 但可惜 并没有 不过在各国 都不乏人傻钱多的韭菜 上线嘎一波老奇花玩家 应该也还行 我估计7月拿个10亿营收不成问题 不过也就这样了 很难成为什么一代传奇ML 对市场造成冲击 如果游戏单靠廉价的缝合玩法 就能大卖 那市面上也不会这么多 一款接着一款死去的换皮了 官方还说要营运个10年 但你不如喊个100年算了 反正开空投支票也不会被惩罚 你的名声信誉也早早就不存在了 被骂也不会痛 钱照样赚宝宝 很多厂商不也都这样挺过来的吗 但我也不是想说武侠MMO不行啊 而是这些厂商 根本没有想认真去做一款 导致从以前到现在 都还是那几款被人提起 我很久以前玩剑网3的时候是这样 结果到现在玩到的感觉 也还是这样 甚至还会有种越来越倒退的感觉 还是拿N年前的模板 继续提炼再提炼 就是明摆着一副 反正摆烂有钱赚 干嘛要去当好学生的态度 真正期待未来有哪间厂商崛起 能帮他们好好上一课啊 那抱歉啊 本来预期的更新时间Delay了 因为最近才刚把老电脑调教一顿 又花了一些时间适应 之后就会重新回归稳定更新状态了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eter 我们下次见 掰掰 预期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